序号部分应该没有问题 反正这个地方 基本上呢 我们就是利用像刚刚那个客户部分也是这样 第一个你就是先用RAW 先取得他现在RAW 那RAW部分的话呢 因为他现在在第七列 所以我们就直接减掉多少 减掉 6嘛对不对 然后打勾 再来做格式化 所以你可以把公式减下来 减下来之后呢 再利用那个TEST 这个函数 那把这个Value贴上之后 给他格式化 因为我只要两码 所以两个零就可以了 然后按确定 那确定之后呢 他要两码 不过呢 我要判断说到底 这个商品编号有没有资料 如果有资料呢 才做格式化 所以再把公式减下来 前面再加一个IF 做判断 如果说呢 这个储存格里面呢 他等于什么 等于空置串的话 没有东西 那一样编号部分不要出现 反之的话呢 就是出现 这一个 这个编号部分 所以往下填满 就会出现 如果旁边这个地方 没有资料的话 比如说把它Delete掉 那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就没有 这里的话 if 因为这个地方有数量 所以这个数量的话 是不是还可以再更好 如果里面 这个数量部分 应该是这个地方 可能要判断两个 或者是说这个 这个小计还是以这个 当成判断的依据 比较不会发生问题 比如说这个有数量 那就会产生错误 我看我们干脆 以哪一个呢 这一个 干脆以那个B好了 以那个B 这个 B栏 当成是基准 这样往下填满 应该就 不会有错误了 OK 那即便有数量的话 也不会产生错误 好 最后的话 还有几点 各位可以看一下 再来的话呢 我们还需要做在 169页这地方 169页这里 如果说我今天呢 全部开放的话 那会有一些问题发生 那假设说我今天呢 可以做一些事情 比如说白色的区域 是我们可以变动的 白色区域 比如单号这地方啦 或者是我们 这个 这个 我们 信件的这个 这个这个 是最速件呢 还是普通件 这地方可以动 还有客户的部分呢 也可以动 那至于